你再来一遍 我昨天晚上 听到的就是这种车的声音 你去联亲处查一下 看看城里到底配了多少辆这样的车 好 快去发动车 马上离开这儿 好 前面左转 不回去了 为了保险期间 先去换一辆车 这家伙想得挺重要的 马龙和苗清顺利完成了 第一步的街头目标 他们心中都早已知道 接下来还有许多更严峻的考验 在等着他们 盘查所有中境机部 不管是什么 一律盘查 但凡有冲洽者 割杀无论 是 那好像是孙于龙的车 听说他上前线啊 是 他把车都换给咱们了 那这么书的话 我们已经大翁告成了 嗯 不过你赶紧说说 你是怎么看在那儿啊 对了 我给忘了 这是规矩 不该问的别问 但是你要想 我们这帮人在这儿跟你溜溜站的一熊岗 大风天的 动得不行啊 你 你跟我们说说呗 你说有高兴的事 憋在心里头多难受啊 是不是 你说出来 让咱们大家一块高兴高兴 他终于同意起义了 现在不是一个团起义 而是 一个师 大哥 你看 是不是我们要找到吉普车 主公 证件 你 什么人 赞三十二师 赞三十二师 您去查一下 他们这些人在附近干什么 记住了 外松没几 先不要其中等 能跟你说的就这么多了呀 你说干你们这行的 要么就是手口如瓶 要么就是满嘴 没有一句实话 怪不得你们交不着朋友 谁说要跟你交朋友 你说最后咱们认识 去的南方会馆 可是为什么你一直 老说什么小棒槌活动 谁让你自以为是了 我那是为了保险起劫 你连我你都防着 话还没说完呢 我是说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 我可以从那撤退 所以看一下地形 我防着你 我累不累啊 我防你我就不找你啊 是孙云龙的人 孙云龙 从哪儿来 从南方会馆来 他们现在应该在前线 我也回 咱们都在那儿干什么呢 立行巡逻 巡逻 那是他们的管辖区 每天都要立行巡逻 放他们走 把车牌记下来 明白 走 我说啊 你真的是挺厉害的 想什么事都想得那么周到 以后家里头有什么事的话 就都交给你了 都交给我你干吗呀 我 我赚钱 我养家 我得 我得工作呀 要不然谁养你呀 谁养孩子呀 杨伟园长 清平葫芦脑 接见了第五十四军军长 缺翰谦 东北脚总副司令陈铁等人 杨伟园长表示 是 这场战争 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残亡 甚至关系到中华民国的 生死残亡 将卫元长要求诸位将军 第一次提军官 要请领便 清华社 九月二十七日点 我英勇的东北野战军 在党中央的正确指示下 日血奋战 以全面攻克锦州周边城镇 将锦州城彻底包围 我东北野战军各部 抱着必胜的决心 是将锦州支地全坚 解放锦州城 徐主任 刚刚结获了锦州指挥所 和东北脚总之间的电报来往 事情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 侯静如在葫芦岛已经下达了命令 把伪座规定的攻击时间推迟了 那 攻击哪儿呢 根据电报的检测 林彪的指挥部应该已经到达茂儿山了 他们的动作可是要比我们快呀 你去吧 这个银行事 我可不可做了 什么 你这么做了 这个回音 全队举人 上海上湾的 你怎么会受了 我们已经有了 补伤 更让人奇怪的是 沈阳站的原青 也带着几个亲信飞过来 他有这个胆量 敢过来 这可不是他的作风啊 所以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这就对啊 那两神秘的中心急铺 最后的去向就在这儿 倒落这么大一圈子 其实离我们就这么近 调集所有人 立即搜捕南风会馆 不管是什么人 立即扣押逮捕 是 是 没有人 跑了 护长官 发现了汽车停留的痕迹 在哪儿 在那边 带我去 是 主任 这是我搞的一个方案 请过目 我是想 想另起炉灶啊 不是 不是 主任 确切地说 我是想请您批准我 带人复合现有计划的 所有步骤 您知道 我在锦州这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和基础的 情报搞起来也方便一些 一定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到底在哪里出了差错 长官 你们好 你好 你是房东 我是房东 长官 实际上也算不上 我不是真正的房东 我只是帮别人看管这房子 最近有没有人租用或者借用 你这里 有倒是有 不是租也不是借 什么意思 是征用 谁征用 当然是你们国君了 哪部分的 这我可就不知道了 知道 这是赞三十二十 卫官以上的名单 给他看看 有没有他受的那个人 有没有他受的那个人 看仔细了 何人做得好 现在 都东西 都都是很可爱的 他要把他做了 赞三十二十年 出现在此 绝对不可能是个巧合 而且林武阳 从来就不相信任何巧合 金州会长 我们到底有没有希望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 二哥 那些事你真的从来都不想 不想 我只知道 如果像你我这样的人 都不为党国效力 你不为党国努力 党国就真的完了 回来了 你怎么还抽上烟了 平时不是不抽烟的吗 那个是 就是不柱子他们 留给我的烟吗 说这男人在女人面前 抽烟很帅 我知道你马上就回来 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你 我练了半天呢 怎么不着啊 你觉得你不抽烟更帅 那 那 那我就不抽了 你们本来都打开 我看里面是什么呀 没 没什么 我就不是就 就随便画画了 职业病 你给我透露透露呗 咱们这个策反对象 到底是什么人 那天警戒的时候 我见李静忠 还有那几个当兵的 他们身上的装备 还有他们的经纪神 应该是蒋介石的提携部队吧 不知道啊 你连我都信不过 我还信不过你啊 我要是信不过你 你刚才说的那些 都不应该知道 那行 那行 那我 我不问了 但是有个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毕竟你是一家之主 说 你看吧 这一直以来呢 都是我在帮你完成任务 对吧 现在你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也立了功了 我希望你能不能 帮我完成一下任务 我也想立个功法吧 你想干嘛呀 我想能不能让刘东 把你送回去 我呢在这儿先留个一两天 留下干嘛 我不能白来一次啊 对不对 反正已经来了嘛 俗话说得好 贼不走空嘛 对吧 嗯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刚才 什么东西装斗铃啊 你看啊 我能够趁着这个机会 施展我的才华 我就是想把 锦州这儿的这个城方部署 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 对不对 对 那你 答应了 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需要你去做 什么事啊 这里面 是锦州城方兵力部署图 是那个策法对象提供的 你亲自拿回去 交到手上手里 不行 干嘛要我拿 你要自己留在这儿 绝对不行 干嘛呀 我跟他的人谈得是很好 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我总觉得 他对起义这事 决心好像不够坚决 我怕万一出状况 这损失很大了 所以 我决定做双保险 明天呢 我带着电台留下来 你带着这个 回去交给首长 用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验证一下 这张图的真伪 如果这张图有假 说明它奇异就有问题 你要马上通过电台通知我 我会禁机行事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反正现在就两个选择 要么 你跟我一起走 要么我跟你留在这儿 没别的选择 可是这张图很重要 必须你去 别让我不放心 怎么了 刘东也是老战士 跟了我那么多年了 我可以让刘东去送 我留下来 陪你 我知道你却担心我 但是现在 验证这张图的真伪 对我来说 才是最大的保护 你知道吗 行了 你不用说了 我现在要的保护 就是在你身边 踏踏实实保护你 这是命令 什么命令你都可以执行 但这个命令我执行不了 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在这儿帮你一起完成 不好吗 再想别的办法 不用再商量 进来 先生 您找我 乌鸯 乌鸯 警州站的人 在找我们的麻烦 要不是 我身边有你们这些兄弟 我早被他们扳倒了 你可不知道 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 那些个钦差大人 在这说话不腰疼 根本就不通情理 偏偏又赶上咱们 在特使这个案子上 屡屡扑空 这更让他们抓到了画柄 说当初办案除恶无尽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麻烦 真放屁 可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说共党特使行动是策反 而策反的对象 又是青年匠团的那个残余分子 这不扯淡的吗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 看不得 我在青年匠团上得了头功 还非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 说我手下的人 在办案当中 刻意隐瞒了 把我在沈阳的老许 给扣了起来 当着他的面 查了一页的卷中 还真让他们查到了一张照片 很原始记录 对不上 这下好了 给他们抓到画柄了 说确实有一个残余分子存在 好像是什么景州的一个上校 还非要把这两件事 和前一阵共党特使的案子 合在一起 说两者是一回事 这不简直是天方夜谭吗 乌洋 不过你也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这件事啊 很有可能牵涉到你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沈阳站的原情 和老肖结合在一起 要一起对付 他们正在四处打听 你是谁 要对付你 说最后起草的那个人 就是你 最有可能抽走那张照片的 也是你 要调查我们 不用查 你不该见的人 就一个 茉莉 你说说茉莉 会背叛你和我吗 她就是你的一个女人 在东北 两眼一抹黑啊 就知道天天缠着你 她懂什么呀 先生 给您添麻烦了 谢谢 不用谢 你是我的先生 你呀 只要赶在老肖之前 把案子破了 我就能为你们说上话 先生一定尽力 徐汉原的话 让林武阳陷入了惶恐之中 他本能地开始怀疑 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种怀疑 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他仿佛置身于 令人窒息的雾霾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干嘛 我是莫莉 怎么了 我刚才怎么了 你刚才睡着了 就是睡得不太暗了 谢谢 笑什么 多少天啊 我都没睡一个晚晚觉 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能睡成这样 那就再睡一会儿吧 我就在你身边 来 走 走 走 莫莉为林乌阳感到担忧 但是她却始终没有告诉林乌阳 她曾经从林乌阳的资料中 偷藏起了一张照片 因为那上面有王明德和孙云有 她觉得两人的会面只是一次巧合 她不想让别人去看 但是她的地区 在那里面是在你身边的 身边说她的痊毒 她是这样的 họ应该说 你会让她再回来 有把症状疑 她的症状疑 她也在走一趟 她的症状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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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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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云上的把伙伴 又将变成鲜碎的离别 两个人心中的固设与疼痛 又能向水诉说 战争中的爱情是最可贵的 但最可贵的东西 往往也最容易消失 因为也许 一次不经意的分离 就会成为此生的永别 找到了那个租房子的军官了 这就是他说的租房子的那个人 少校参谋李静忠 你确定是暂三十二十少校参谋 少校参谋李静忠 小姐 小姐 我还得麻烦你一起 帮我再找一下 帮我再忍一忍 帮李永远你说的那个人 这些都是你从锦州站内部搞来的 对 很有成效 没让我看错你 谢谢安富邦夸奖 为了这个 我可是花了一大笔价钱哪 放心 钱不会让你自己出的 要黄金还是美钞 随你 谢谢 谢谢 你说老肖他们现在的头号目标 会是谁呢 就是这个 和天梅在一起的那个军官 老肖他们 已经用了最笨的办法 把其他的照片都逐一排查了 唯独这一张 看不清他的脸 这个人是谁啊 说不准 维经上要是有字就好了 我已经 我已经 我总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脸景 就是他 超级的 这个李竞录啊 确定是赞三事二事了 核实过了 是不得祭药三毛 他跟孙云龙的关系怎么样 是笛星吗 不知道 抓起来黎神就知道 你知道什么叫投鼠姬七吗 叔叔 好 彪子 把咱们的人全都撒出去 密布这个立金庄 击中了是密布 走 总部 总部 我是安平 找到徐主任了吗 我有重大事 意向他警示 我是安平 我是安平 呼叫第一组 我是第一组 胡斌的位置确认了吗 还没有 秘密据点那儿 只有彪子的人在离开 断了什么 通过审讯确定 胡斌的落脚点 可是徐主任的命令 还没有接到 行吗 何况 何况什么 根据电话情报 他们好像在跟踪了一个 姓李的少小军官 目的是什么 不太清楚 不管了 立即断掉 我逼控制住那个彪子 他是胡斌的 最亲信的人 一定知道 胡斌其他的秘密落脚点 对 出了事我到这儿 坐 呼叫总部 我是安平 找到徐主任了没有 还没有 我从卫议阵军特部 抱着毕胜的 徐主任 要 δ 就已经进来 送你 你在哪里 你之前不去 我 свои 你真的把你 你都会拒绝在那儿 把你拒绝在那儿 就像我一样的 descobrir 或者买你 知道你 的 你 我 你如何 继续摆 他不去吗 你呀 就快收拾吧 徐主任 怎么 想跟舞阳一起留下 是 你就别傻了 现在的局势很紧张 菲律景州的机票又那么紧俏 你别辜负了舞阳对你的一片好意 是他委托您尽自安排的吗 快收拾吧 快点 过来 快点 快点 来了 开出去 快 站住 快 站住 住住 好 站住 来 来 把机枪站住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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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就这会儿啊 还出场 没办法 上风有令啊 偏让我们这帮运气差的赶上了 真是好男不当兵啊 好铁不打钉 说得没错 肯定是上辈子缺的事干多了 所以这辈子才会这么倒霉 往前 一时段落 一时段落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一时段落 一时段落 招牧着航行的方向 一时段落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一时段落 照顾着航行的方向 严行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任为你的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任为你的解放 你是东方 照顾着你命迁的太阳 你是魔兽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严行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任为你的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任为你的解放 任为你的解放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